哈喽,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4月22日 星期一 今天大使在議议之後就康復了 有一個反彈 曾經彈到差不多400點 接著就隨著我們偉大的A股 它滾下來就滾下 但是都留了一個裂口 其實某個情況上這個倒影底 有一個少少倒影底 但這裡有一個裂口 你可以預期它 不是預期是希望它補了裂口 補完裂口之後 這裡一定收復的可能性很大 但是什麼時候就不知道 現在美金仍然是強 這是幾個因素的重點 然後我想說 我們在早晨明燈講過一段 有一段時間 因為那段時間我經常講支持位 我很記得這一口 166660 這一口的黃金比例 這個位置 在這裏 如果你數一下這些 上上下下的夭陽足 在這裏是支持著很長時間的 不知為什麼這裡有這麼大的阻力 所以如果這裡 今天去到這個位置 是不能上去的 如果這個位置能夠突破到 那你右望 一陣一陣 找到頂底 可能在這些位置 都可能會上去175 如果又破到 可能去到這個位置會有些壓力 但是行不行呢 我還不知道 因為你看到 其實看 我們先看看 這個 騰訊 騰訊 爸爸今天好一點 爸爸挺帥的 騰訊 走了這樣 爆了上去 我們當時說 1313 1315 那樣 然後他彈下來 不肯走 其實他不可以回購 但是也有這樣的動力 那些資金 其實是不肯走的 像是前面那星期的震貨 震瘡出來的 他還有機會是向上走 還有什麼 是接下來可以向上走 這次可以向上走 大到一點 網易 美團 美團 這個樣子像不像 陳上剛才那樣子 也像的 但是他一直有點背驰 所以我對他有些 驚訝 我覺得 他有機會去到 1113的範圍 但是行不行呢 就看之後的事況 比的情緒 行不行 但是去到這些位置 你都要很小心 一幾就差不多了 那 還會不會這樣輾轉上去 如果輾轉就要小心 就是下來 你去到98 這個不是98嗎 90 你90塊太深了 他支持了一次 那我想 如果去到這些 就是在這個列口位附近 如果有些支持 你多做一椅子 如果不是的話 可能3元左右 如果不是 你還是要小心 那後面其他那些 重點 這隻 爸爸肯定幫忙 10元 整件事都很不同 那如果 京東 京東 都似乎 可能會再下一層 來到這些位置 110幾 那看來 他們回吐完了 8度是差一點的 但8度有機會 都去到10元 100元 然後這隻 就放棄它 但是都可能 扰底上去 扰底上去 這隻就陰工些 理想是比較恐怖的 理想是因為特斯拉減價 被人不斷迫貨 其實他就賺錢 他又不是 真的那麼差 不知道是否出了 那部L6 Pro 還是什麼 出了那單三文之後 他又差了 我沒有去跟進 不過這個就注意 主要都是靠這幾隻 看看是否可以 走得上去 168 或者去到170 172 希望可以走得到 然後 今天想說什麼 今天就是 上日 昨天我們拍了一段影片 講 周末肺甲 講這些日常事 當中我看到 其實就是 因為我看到 這一篇報道 不是這個 這一篇報道 就講 安老案件 逆案件 其實這個是逆案件 我們香港有 案件三部 有保單案件 一個年金 一個逆案件 那 我就想講一下 這個逆案件 其實我覺得逆案件 有它的可取之處 但是因為這篇文章 就講 好像很負面 逆案件 首先要很多費用 他說見到費用 就越體越痛 但是是否真的這樣 有沒有什麼考慮 我會想講 都講得很清楚 因為 很多人其實就忽略了很多退休的問題 而退休的問題 應該早去考慮 其實你考慮退休 應該是你二十歲就考慮退休 如果你懂得去考慮這件事 你的人生是不同的 人生的規劃是 你頭過十幾二十年 你的開始 就不是你規劃的 你家人幫你規劃 但是你二十年之後 你的人生就是你規劃 有一件事是我們經常說的 你一個人死 一個人死得去 你提早死的 你沒有什麼規劃 你要規劃就是因為你死不去 而現在人面對最大的問題 就是越來越長命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而是使得社會的支柱 是越來越不穩陣 越來越多問題 我們看到很多Pension 看到很多Super 看到很多不同地方的退休制度 其實就不成功 其實也這麼說真心 從第一天已經不成功 從第一天你已經知道是不成功的 他們的方式 其實你認為當中發生很多波動 那些波動是你還想不到的 你想想吧 就短短的二十年 就是我們二零二零二千年開始 千年從之後開始 二十五年 二十四五年 幾個Krisis 三四個Krisis 每一次都令資產暴跌 接著你跑上去 那麼你會跟我說 我買Nasdaq 我買美股 就可以了 福色年回报有多少 你说得出这句话 就代表你没有想到后面的东西 为什么呢 那你买不中的人呢 那就是代表他输 是不是 那你明白这个问题吗 你投资是不会 你现在只是说 见到这件事 对号入座 我买这个就行了 如果当全世界都买这个的时候 会怎样呢 就是因为有人在买其他东西 这个才是实际的 你买其他东西的时候 你可能才会导致这件事是这样的上升 如果你全部都买下去的时候 其实是不是很危险 是不是一样会掉下来 情况是一样的 我们不是说去细数他每一个可能性出现 而是 我们穷举法 撇了一些因素 最后的人都买下去 最终跌高的是谁 最后就是他 他也是有机会会跌的 不是说他完全没有机会会跌 所以当你买下去的时候 世界又变成了另外一种情况 那么 这个所以我就觉得 你现在这样用这种角度去想 是不对的 因为你退休是应该想一个 稳定而计算数的东西 首先 退休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你尽量将他可以量化的东西就量化 但是 可以量化的东西 可以去做量化的东西也是 做退休策划的人 或者退休顾问 他们会帮你做的东西 但是 当你很理解里面的想法的时候 你就知道 是不行的 所以你随便做这个退休保障 或者做自己退休计划的时候 你是将所有的东西都可以量化的时候 去量化 做了一个基础出来 所以 这些东西就靠你自己做 别人就不会帮你做到那么深 因为他没有办法去 跟随你的人生 所以你必须要是学方法 你不能是 收一个报告 就搞定了 报告呢 就只是帮你算到最底的那一层 然后你在什么位置做什么事呢 你去调配 然后每一件事和每一件事之间 那个关系 他们的correlation 你要怎样去调配呢 才是一个最最重要 最核心的一个 你要学悉的 而这件事你一定是要学悉的 你没有人帮到你 即是 换一个角度来说 我经常跟大家说 我19岁是买保险的 当年我买保险 想的东西 跟今年 很实在了 已经30年了 30年了 改变大不大 完全跟我们的expectation 完全不是那一回事 但是 你时间就变成了你的沉默成本 是吧 Money of time 即是Money有成本 现在沉默了你追不回 那他就有你的沉默成本 追不回 那你怎样去追回那些 你追不到 那你就要看你懂不懂 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所以我会将他 会将这两点 主要我们安揭 我们退休三宝的两样东西 就是 年金 和这个 易安揭 即是你住在屋楼 那两样东西 在未来这个星期 拍两条片就说完了 今天就先说了年金 好了 香港年金 香港年金就是 我们应该是 我们HKMA下面的 其中一个 subsidory 他就会负责我们一些 退休人士的 各三宝 的一些 工作 而当中 其实都是 含有保险的概念 含有保险概念 他是 你买了一些保险 然后 保障你 可以继续 他就这样行 在他的角度 是什么一回事 你退休是你自己管 但是在他的角度 他就减少了一些支出 减少了一些承担你 譬如什么 长山津 这些东西 我不可能无限地扩大的 因为你将来是 那个成本越来越贵的 所以他就在这个角度 你自己保你自己 然后他又帮你管 然后他又用一些 保险计划放下来 就令到他的风险又少了 然后大家摊分了那个风险 是一个这样的概念 大约是一个这样的概念 然后 我记得我2018年 还是2017年的时候 我写过一篇文章 就说过 马年金是很蝎的 香港年金 你今天再问我这回事 我都觉得他很蝎的 很蝎的 可能有些人都觉得是稳定的 有些人都觉得是稳定的 所以你可能有点共鸣 你会觉得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 凡事都好 我经常说的 你接受他的时候 你会给很多理由去接受他 你会查很多东西 看看是否可以接受这件事 但是你拒绝他的时候 很多人都是 不查的 不理的 觉得不行不行不行 但我一直都说 不应该的 你拒绝他都要去找个理由 为什么我拒绝他 我们要去平衡一下 所以我们就尝试去看看 究竟香港年金 是不是真的 这么窄 是不是真的不能玩 首先 这件事就为了你 这个惨的目的 当然是为了你 可以保障现金 立法 说就这么说 其实 换个角度 就减少他社会负担 也是 但是 去拒绝你 不要乱小那些钱 你知道现在这些骗案 又买保险 昨天看到东方 张西望那个 就是骗过阿叔去滚 骗过阿叔去滚 然后他叫他给钱 喂 我不要从什么角度去看 你是由几千元一直叫你越来越加越多 然后越加越多的时候 你就 你前面要拿回前面的钱 你就要再拿钱出来填补 是一条这样的套路 你看看我的频道 都知道 我跟你说 人生最重要 你最担心的就是怕失去 他拿着怕失去的这个点 一直向你营销 知道没有 怕失去就是痛点营销 痛点营销是最有效的 这个是 其实你当你拆解很多营销的手法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其实他就是令你怕失去 当你发觉到这一样东西的时候 你就要醒一醒 想一想 其实我是不是需要这样东西 这个就是人性来的 我是很想讲一下这些的 有机会 就是这些 叫做什么 经济学 这样去让大家知道多一点 这个就是其中一样东西 第二样东西就是 他保证你每年的年金额 这个保证的年金额 大家会问通不通胀 息不息口 这个 通不通胀 是计算你的 其实 通不通胀 他不会计算的 那个所谓的 计算通胀的息口 是你 自己计算 你到你60岁了 要拿这个年金 要去摆年金的时候呢 你要存到多少钱 所以这个通胀 其实是给你自己计算的 就不是在年金那里计算的 就是你如果前面 自己不计算好 扣除了未来通胀的一个 一个费用的时候呢 你实质上呢 你存的钱是不够的 然后他后面计算给你的 就是根据你的本 根据你 他通常 他是我们60岁才做得 他有写的 60岁才做得 然后他就会计算 大约你现在 以香港为例 每年有些不同的 每年你那个 每个人的 每个男人女人的年纪 平均年龄 去到现在 好像81 和87 这样 大概这样的年纪 男人是早点死的 女人是早点死的 这个是 一个终极 一个 平均数 这个平均数呢 是 每年都会有些不同的 就是每两年计算一次 每三年计算一次 这个就会影响了 他当时去计算年金 的高额 当他计算了 譬如你今年计算了 之后的人就不关你了 所以他就会这样计算 而 当然那个年期 譬如如果那些人越长命 你收到年金就越少了 他就越长一点 是不是 这个是 他计算年金的一个考虑 然后他就按这些东西 计算的数字 等下我给大家看公式 另外他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 不是好处 他有什么 都是好处 什么是保证期呢 保证你 一定收到的 保证期通常是多少 通常是30年 他应该是可以选择的 按揭才选择 大家可以继续看看 应该是30年 大约是30年 其实这个数字应该都是 用 平均值去计算出来 这样去计算 你究竟可以拿多长呢 然后他会有个5%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保险 他就是一个保险概念 他一定要有个 赔偿压 以往101 以前减的最低是1% 然后他不给 不给 你看看林郑财那篇 你就知道 他说得很清楚 101保险害了很多人 然后105 所以他变了5% 所以他一定有这个5% 给你 然后他在说什么呢 他就说 这个现金金 他派给你的年金 是有个保证期里面 他是不停地扣减 明白吗 其实年金是什么概念呢 我等一下再说 现在我再说 现在你就未知 你未感觉到的 好了 他就会一路扣减 扣到什么呢 扣到归零 变了零 变了零之后 这张保单就完 他就有写的了 而当时如果你扣到这个保额 没了 那你连这个5% 都没有 什么撞死了 什么新货 是没有的 但是 那买年金干什么呢 我干嘛给你用 就是要 确保我长命 买年金终极的 状态就是 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死 我买 现在我摆下来的钱 就是用来赚我之后 命长的那笔钱 假设他继续30岁 如果你多过30岁 那你就赚了 你就是确保你那一刻 之后下来 还有20年 你都还有钱 可以收 可以生活 但是 他就不可以说 拿一些一笔过去医病 这些就没有了 因为我们的钱 是一个这样的概念 这是一个这样的状态 所以 最终最好的 就是 买到你死 我看那份表 最终 114岁 只有0.2% 他计算他自己的投保 他计算他自己要保障自己 就是计算你115岁 大概 再多出来的那些 没所谓 大家摊分得好 已经可以 是一个这样的概念 假设他计算你是 60到85岁 90岁 90岁 后面就20多年 他要逼20多年的风险 这样 但是这些人 115岁 占的比重 很小 每一格都有 113岁是多少% 112岁是多少% 这个是类减的 由90岁之后 你一直减下来 所以他那个百分比 真真正正是很小的 真正正是很小的 另外就是 不用看检 你知道有些买保险的 要看检 要做看检 才让你 买不买 其实你买保险的 有个概念就是 买一条命保险公司 但是你买一条命保险公司 很多人就会这样想的 买保险就是这样想的 我买了之后 几年之后 就可以拿回钱了 那些钱你觉得是亿自己 不好意思 那些是投资 你真正买保险 而那些保险 是 关乎你生死的话 你买的任何保险 都是给你家人 给你身边的人 就不是给你的 所以你就不要有一个 就是不要一个 双曲贴演 就是你想着这些东西 你会益自己的 益不到的 都可以的 都不可以的 你可以是 投资 我打算赔500万 死了之后赔500万 那500万 你会给家人 叫家人帮你 买金纹衣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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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的 你用这个概念 但是应该少些人会这样想的 那我们就 去看看 究竟 什么回事 这个 这个 都可以的 我 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我 都可以的 我 都可以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